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Future Market Insights仅其报告显示 全球托盘车市场预计将在2022年至2032年的预测期内呈现惊人的增长率 复合年增长率为7.5% 2022年全球市场预计将达到385亿美元 预计到2032年收入将达到798亿美元左右 从产品类型来看 标准和称重目前占全球托盘的70%以上份额卡车市场 由于仓储和物料搬运的动态不断变化 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货运和物流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零售行业 并推动了对托盘车市场的需求 预计在物料搬运领域采用电动汽车技术 将为采用托盘车创造积极的前景 根据FMI分析 全球托盘车市场约占全球物料搬运设备市场的22% 报告之初 由于对精益供应链管理的日益重视 最终用户可以通过租用托盘车将精力 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在核心业务和日常供应链活动上 此外 托盘车公司还应确保 托盘在所有主要运营区域都可用 从而形成精益供应链 目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托盘车制造商正在大量投资于视觉引导系统 物联网 自动化 GPS和激光等多种技术 一些主要参与者还将自动驾驶卡车和自动导引车系统 AGV 整合到仓库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中 全球市场参与者正专注于 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定价合同 以避免原材料价格波动 1000加万人自阅读 800加万字 1000加多评论制服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 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截图 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服安理跨境